我们人很喜欢问神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生病 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爱的人身上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误入歧途 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还是没有解脱 为什么不敬畏主的人一直兴旺 但我们跟从主的人常遇到患难 我们都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解的疑问 尽管如此 一个蒙恩的人总是会把自己的疑问带到神面前 来清新吐意寻求答案 各位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 但未必都得到答案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也有许多蒙恩的人问神问题 如摩西、约伯、诗人、先知等等 人都希望上帝能够将他自己解释清楚 我们想明白事情的缘由 我们想了解神在一件事上的理由与美意 我们以为知道后 我们的心灵就能被说服而接受神的安排 或者相反的 我们希望知道神的理由后 就能以尝试和神辩解 试图说服神 改变他原来的主意 但我们生命里很多的为什么 总是不得解答 其实就算我们得到某个答案 我们也未必会满意我们所得的答案 所以神要我们的信心比我们的好奇心更强 有时神不给我们多加解释 因为神要我们单纯的信他就好 神要我们信任神的心 强过我们想知道的心 当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地步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事那样发生 但仍然能相信神的良善计划与应许 那就是最蒙恩的地步了 在圣经里 我想我们最能同情的人就是约伯了 因为他无缘无故遭受最严重的打击与苦难 所以我们都认为 若约伯对神有千万个为什么的疑问 也是合情合理的 约伯曾问 我正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神理论 在人看来 约伯问这些问题 且希望从神得答案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神没有义务回答人 正如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 约伯问神为何他会遭受如此严重的苦难 但当我们看约伯记38到41章 神给约伯长篇的回应时 神并没有告诉约伯有关神与撒旦在灵界的对话 神也没有跟约伯说 他的苦难是为了试验他 管教他或是精炼他 没有 神根本没有向约伯解释他苦难的原因 就连一点提示也没有给约伯 神给约伯的回应 听起来甚至似乎欠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 神反而问回约伯 他知道什么 他能做什么 神创造世界时 约伯在哪里 他岂能掌控或指挥各样的创造物 特别神问约伯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神那样的绑毙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我们读圣经时 或许会觉得神是答非所问 但原来神的回应是要把人指向神的智慧与权能 在神给约伯的回应中 神一再强调他的权能 他是绝对掌管一切的神 神也不断带出他的智慧与约伯的无知的对比 这是为了强调 人若无法明白神做事的理由 这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更不是神的错 正如人也无法理解 这世界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这世界各种的运作又是怎样被支撑到现在的 所以若人无法明白某样事有何益处 这不代表神就没有美意 那只是因为我们人有限的智慧 无法测度罢了 所以人没有理由控告神 或是质疑神的品格 人该做的就是要信任神 相信祂是公义、良善、满有智慧的 因此即使我们不明白时 也依然要信靠神 正如约伯最后也被神说服了 以致他悔改而放下他之前对神的申诉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 我要说话 我问你 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风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的确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实 总会对神产生疑惑 我们有限的人对神的作为感到困惑不解 也并不奇怪 但是对神有疑问 不一定就要离弃神 乃是可以更是来到神面前亲近他 正如约伯知道 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了 所以虽然他一再听不见神 但他还是一再地呼求神 向神表达他的困惑 直到神回应他为止 圣经里很多的先知和诗人 也都是在困惑中来求问神的 弟兄姐妹 若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 便没有其他的人或势力能给我们满意的解答了 虽然神不一定按照我们所问的 给我们一一解释 但神最终一定会回应我们 把我们指向他的信实 慈爱 公义 智慧 所以 总是我们未必凡事都能够明白神的理由 但愿我们也依然信任神到底